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数以千计的居民与江泽民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唐博虽心心念念 但却并不在其列 幸运的是 当时江泽民下榻在红看的一家酒店 而唐博正好住在红看 有幸遥遥望见江泽民的身影 唐博说 回忆这一幕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唐博还说 港澳两地可以顺利回归祖国是伟大的事业 江泽民为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做了很大贡献 前日听到江泽民离世的噩耗 他感到非常悲伤 唐博眼含泪水 声音颤抖地告诉点新闻记者 他对江泽民逝世的感受好深 所以一定要来悼念和献花 寄托自己的爱思 江主席为香港所做的一切 市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的风骨和精神影响着一代人 但又不仅仅是一代人 昨日就有两代人一同前来吊唸 这张照片中是80后的郑先生带着七岁的儿子一起到场 献花悼念 郑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是儿子主动要求自己带他前来悼念的 小朋友说 他在学校学习道 江泽民是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因此他也想像江泽民一样 长大后为国家做很多事 郑先生回忆起香港回归祖国时 虽然自己年纪很小 但见证到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历史时刻 仍然感到十分激动 他认为 除了香港回归 江泽民在坚持改革开放 国家加入世贸组织 推动国家发展上都有很大的贡献 他对江泽民的离世感到悲痛 因此和儿子亲自到场献花 尽一点心意 参与吊宴的市民 不仅有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还有从内地来港读书的学子 在港工作多年的港漂 不少人在谈到江泽民时 更是经不住落泪 江泽民鲜明的个性 强大的个人魅力 精通多国语言的能力 大方得体的外交表现 对市民亲切的态度 以及对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和对国家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 都让大家爱他 敬他 不舍得他 2022年7月1号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上 江泽民说 五年来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和体会 规结起来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全面正确的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 切实加强香港各界人士 在爱国爱港旗帜下的广泛团结 努力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 与经济的繁荣发展 香港是由每一位香港市民组成的 让我们把对江泽民的哀思 寄托在我们的生活中 寄托在我们的工作中 寄托在我们对一国两制的实践中 实现江泽民曾经对香港的美好祝愿 香港明天更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周再见